LAYO聊事記 天天榮個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 瑪雅人對上凶人 這場比賽是 貴族公寓杯的比賽 好 那這張地圖呢 是動物園喔 顧名思義呢 這個動物園呢 有非常多的動物 還有這個天然資源 所以呢 左右旁邊這個果樹寵跟鹿 都是需要特別去吃一下的 那中間呢 則是有大量的房間 還有一個紀念碑 然後中間還有果樹草 這個是裝飾用的 那通常還是有點像是淘金草的感覺 需要去中間搶黃金喔 但其實這張地圖呢 你就算不去中間搶黃金喔 靠地圖上的野金附金喔 這些金也是能打 甚至可能還沒挖完這個地圖上的野金附金 就已經搞定對手了 所以中間呢 這個石子的區域喔 其實也不是那麼長可以挖到裡面的喔 但是大部分的目標很難還是要往中間靠 因為這個的木區呢 是比較靠中間的喔 我們可以發現喔 這個TC的附近喔 只有幾戳小木頭阿 可以去挖喔 那上面呢 也是有一些木頭 但是也不是非常的多 所以最終呢 還是要往中間的木區靠籠 所以會越來越...打得越來越...怎麼說呢 越來越靠近敵人喔 所以很刺激喔 這張地圖 好 那這一場呢 是道德對上肥龍的 這個資格戰喔 那之前呢 是24強跟48強喔 那就是在這個資格小組戰的前四前八喔 所以現在終於喔 來到了決賽圈喔 誰拿到這個...這場比賽喔 誰就可以晉級了 那這一場呢 肥龍跟道德喔 打了一個...3比3 那這一把呢 是他們最後一把的比賽喔 所以也就是說呢 這把比賽誰贏了 誰就可以晉級到這個...貴族公寓的資格賽裡面喔 那就可以晉級的意思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瑪雅人的特色 那瑪雅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挖金呢 跟挖石頭喔 這些天然資源喔 可以再增加15%的採集時間喔 所以他在前期的資源喔 還算不錯喔 前中後其實經濟都處於一個不錯的狀態 那瑪雅人呢 是一個很適合打棒棒開捲的文明喔 那主要是因為他前面的村民的經濟優勢的效果 讓他比較適合打棒棒之外呢 他也很適合打這個老鷹開喔 老鷹轉工兵 後期可以點下黃金果 老鷹可以血量高達100滴血喔 那瑪雅人的工兵折扣還是比較有特色的喔 工兵折扣比較多 所以很適合打工兵開 那來看一下肥龍的部分 那肥龍的部分呢 目前是選到了匈人 那匈人的話 開局木頭減100 但是不用蓋房子喔 非常的舒服 那瑪雅人呢 他的馬功喔 是到帝龍時代有八折 城堡時代是九折 後期可以考慮轉遊俠 大洛馬 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槍兵的部分可以升級 但是沒有三級的步兵台甲 但是這個槍兵的路線呢 主要是靠防駱駝用的喔 所以這一把應該不會出槍兵 那他的工程器比較被倔敵方式喔 只有輕型頭車沒有重型牛炮也沒有風塵工程師 但是有大衝車喔 整體來說 肥龍還是要依靠自己的騎兵路線喔 這個馬功啊 或者是遊俠 或達洛馬做出比較好的戰果才會打下比賽喔 那從遊戲節奏來看的話 肥龍選這個文明 打瑪雅人喔 其實是不太好打的 因為瑪雅人呢 他都是不工兵的文明喔 就算他地龍時代轉出了戰毛兵喔 遇到了這個工兵呢 也有可能會被射穿喔 因為沒有三級的工兵台甲啊 那道特應該只要正常的走工兵開 肥龍應該就會一個頭兩個大了 那肥龍在這邊的勝率比較容易提升的方法 可能就是封建時代直接把道特給打殘喔 但是道特有這麼容易被肥龍打殘嗎 這就不好說 畢竟兩位都是非常非常頂尖的世界頂級的玩家喔 所以早期決戰可能比較難拿下對手喔 這邊路馬已經登場了 這邊可以看到路馬已經在追你的赤猴 這邊路馬現在搞定 現在槍兵也往前了 到達槍兵從上面出發 到這裡 那你這裡打了一下 好 看到了槍兵往後拉走 好 路馬這邊繼續繞 那應該是不會繞的東西才對的 好 道特已經到你家開始騷擾槍兵開戳 那這裡路馬勢必會開打一波 碰到你的兵在我家 那我一定要讓你這邊失誤一下 但是道特這邊也是沒有騷擾到任何東西 但是逼著讓肥龍打一根箭塔 這邊就賺了 好 但是肥龍也意味著不用去擔心這個墓區的問題 那道特這邊呢 要擔心的問題有兩個 一個是墓區、一個礦區 但是這個礦區離墓區其實很近 所以其實也是可以考慮投資一個箭塔 直接守兩個礦點 但如果插中間的位置的話 會有個問題 就是這裡墓區 如果有工兵過來騷擾也是守不太住 但是可以有效防止對方的路馬騷擾 好 這邊果子吃完 回家 現在道特點下了一擊射 現在肥龍的毛筆已經出來驅幹了 這些工兵單位 肥龍在前期的進攻路線 打的還算是正常 沒有太多特殊的地方 算是穩扎穩打的類型 這不太會有這種 突然一波要把你幹死的那種畫面 但是不好說 遠兇了呢 真的是打前期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好 那肥龍這邊 品種呢 一攻一防要不要點 這裡也要思考一下 弱馬要不要繼續爆 好 毛兵被追殺 弱馬過來支援一下 弱馬打老鷹傷害非常高 好 老鷹完全扛不住 老鷹表示快招架補助了 好 直接吃光母精 那現在肥龍毛筆已經壓到了道特家裡 道特還在攻邊 現在不插箭塔嗎 唉唷 插 但是這個插箭塔可能有點危險 因為弱馬直接手撕一隻村民 但是村民順利的被幹掉了 好 第二波再上來 又靠了幾下 好 再繼續射 肥龍點下了一擊射 道特則是在後面的騷擾 但是沒有找到任何村民 肥龍這一波防守做得很好 進攻也給到了道特很大的壓力 看起來問題不大 問題是待會要怎麼去反制 這個道特的槍兵跟老鷹豹的問題 蠻有人的老鷹豹在城堡時代 算是不是最強的老鷹豹 但是他還是有老鷹阿 所以如果真的要打老鷹豹的話 可能要小心一點 那如果打老鷹豹的話 肥龍要擋的方法就是輕騎兵 然後轉騎士 擋豬就行 那道特這邊就是老鷹配僧侶 是比較一個OK的狀況 那如果不是走老鷹豹的話 走工兵路線 走不工兵路線的話 馬爾人走不工兵 肥龍的話走馬弓就更危險了 所以肥龍這邊的路線 最好是以全部為騎兵路線為主 這把馬弓可能不太能出 那如果走馬弓的話 可能會被工兵壓制的情況也是會有的 所以這邊就要看肥龍取捨 到底是要馬弓燒龍的力強 還是要騎兵正面應推 好這一波肉馬直接A上去 點了一公鐘往上 沒有點一防喔 這一波確定喔 但是殺了山村 不錯喔 第四村有機會嗎 沒有辦法 OK拿走 但是這邊轉山村了已經轉了 我覺得不算太虧 好直接走進去 但這裡是不是有個洞 丟洞 OK 走進來挖裡面的墓區了喔 中間開始兩邊要來搶支援了 搶支援了 那現在肥龍點下了一級的工兵鎧甲 好那目前肥龍 是打了一個毛兵防守 那看起來兩邊會到中後期了喔 因為道特這邊防守還不錯喔 這張地圖真的很難守 所以很容易潛起喔 就會分出勝負喔 那看來中間這個地區有可能會變成一個激烈的爭奪戰喔 那飛龍這邊的部分是繼續外面柴果吃 免費的醉箱 這個免費的資源 不吃百不吃 但是道特已經優先點下了 城堡十大了 那道特這邊是走老鷹豹 OK 南美的文明最需要提防的東西 就是老鷹豹了喔 老鷹路線已經準備展開來 那道特這邊的想法 有可能是想趕快挖穿中間 獲得中間的黃金 開始大撒幣 只用錢砸死肥龍的一個想法喔 好這裡工兵 人會悲幻光 然後兵在後面努力搓 好洛馬過來吸一下 工兵回頭 好搞定 現在肥龍這邊的肉馬有點打不太贏老鷹 好左邊這裡有兩隻老鷹衝過來了 來了來了 噴寶時代 最麻煩的老鷹豹 登場了 好後面這一波 道特抓了兩村 不錯喔 這波有賺 飛龍剛剛的優勢 現在還了回去 S3比2 飛龍還在輸出 好這波打個一波 飛龍直接用拳套 手刃 老鷹 OK 道特點下了護衛技術 好飛龍 這裡升級上路的時代上去 現在 已經 3比3 好 4比3 道特這邊 村民術開始要領先了 老鷹豹擋不住 沒有轉清奇兵 我覺得肥龍這一波有點失誤啊 升時代的時候沒有繼續按肉馬 然後升時代的時候再把肉馬升級到清奇兵擋一下 我覺得有點虧 因為你這張地圖 如果已經被控制住的情況下 老鷹爆破來 你沒有辦法 用太多黃金去阻止對手 那應該在封建時代就要多一些肉馬 然後到城堡時代 直接轉清奇兵 會更好一點 至少可以稍微能擋一下老鷹啊 哇 那這一波道特可能 要拿下比賽了嗎 看起來有點被弄到囉 好我們可以看到 道特的經濟已經領先了 這邊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要趕快 穩住騎士的數量 那有人會說老鷹爆跟騎士爆有什麼差別 最大的差別是在老鷹喔 這個東西喔 他是擁有抗招響的效果的喔 所以你用森鋁去招響很難招得到 而且喔他打森鋁喔 還有額外增傷喔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 清奇兵跟黃金的複合體 所以呢 這個老鷹喔 最麻煩的地方就是他有抗招響 抗招響 而且遠防特別高 又不太害怕城鎮中心的傷害 但是非常害怕精湛單位的傷害 所以騎士多出一點 是能搞得定的 但道特這邊是很努力用老鷹爆 要去解決 凶人的這個騎士 直接在農田裡面開打 就只要這個老鷹毒流氓 直接硬打 流氓式開局 我不管 我就是要在你的田裡打架 反正你的TC剩我不痛 收掉你殘血騎士 這是我的重點 但是肥龍很聰明 不給收 趕快補了一個修道院 但是田裡已經沒有辦法種田了 一直收村一直爽 好 但是 終於搞定了 這些 老鷹 好 騎士的數量現在有7隻了 但是有4-5隻 血量墓墊殘 生女 已經補出來了 墓缺的部分 還在挖這個地方 不敢往前 這個就是 有牙之力的 優勢 那道特這邊 真的要挖穿了 副龍點下了品種 殘血的騎士 拉回家 滿血的 去潛線作戰 生女可能要再多安一隻 上面老鷹 給一下壓力 取一下 取桿一下 好 到特這邊也轉出了生女 你轉生女 我也能轉生女 你做什麼 我也做什麼 私利利我就是這樣的遊戲 好 你轉生女 你做什麼 我也做什麼 我們沒什麼不同的隊吧 ok 那你也有僧侶 我也有僧侶 但是我有抗招翔 你的騎士則是沒有 你有什麼策略 現在 肥龍 變得非常的尷尬 現在要按騎士的話 這個數量雖然是已經穩定了下來 但黃金的部分能夠穩定嗎 黃金的部分其實挖的蠻便扭的 這個村民多倫敵我卡來卡去的感覺 感覺城鎮中心還是要快速按下去 重點是DOT這邊已經3TC開農了 哇 這個DOT在中間也已經開好了 城鎮中心 我盼肥龍這個經濟資源有點被帶走了 馬光路線是絕對不可能打的 現在走馬光的話也打不贏老鷹 現在DOT優勢非常巨大 也可以說是十拿九穩 除非DOT這一波被這些騎士砍個二三十村 才有機會平衡戰局 看現在這村民數已經差了十八村了 等等就要來差距二十村了 但是肥龍依舊沒有辦法補下城鎮中心了 因為前期的投資這麼劍塔 石頭沒有開挖起來 所以現在要補TC也是很困難 你也不可能把現在的黃金投資在買石頭身上 你買石頭騎士的數量又少 吃騎士的數量少 又打不贏陣令的大量老鷹大軍 所以這就變成了兩難的局面 好 這裡補一個洞 OK 犧牲一村 把洞補起來 DOT這一波進去開採資源相當的舒服 我進去了 你進來了嗎 沒有進來 現在這個墓區很難挖進來 非常困難 那肥龍現在的情況是 一定要用這一波騎士打到點東西 怎麼突然正面開打了 你正面對戰有機會嗎 我們來看一下肥龍這一波的正面對戰 騎士一致排開 對的老鷹造成沉盾的傷害 這一波的傷害 看起來老鷹有點快要招架不住 但是肥龍現在的想法就是 我用騎士去跟你換老鷹數量 換完之後 我再回去補血 補完蟹 我再繼續打架 那是不是要趕快挖出一棟城堡 補一下草藥治療呢 但是凶人他是沒有草藥治療的文明 所以他補血也只能慢慢補 也不能高速使用城堡戳馬將補血法 這個戳馬將是很好用的 那接下來 DOT看到這個情況 哇你的騎士數量越來越多了 老鷹快有點招架不住 馬上補下了重裝長槍兵 飛龍則是補下了二級的騎兵 那這個二攻 這算是二攻 近戰二攻 那殘血的騎士繼續補血 血多的往下開始衝 那不走中間的好處 是待會就算遇到部隊可以往下走 不然往中間這個道路走 就只能往這個地方衝出去 這裡又被鎖死了 那這裡DOT感覺又要挖穿這個墓區 DOT開始重兵把守 這個重要的關卡 關卡會被突破嗎 被突破的話DOT就尷尬 但是DOT這邊又一波攻勢 直接把城堡插在你的臉上 好這一波聖女被收掉 聖女招翔 這個要硬傷了 五隻聖女招翔 最後招到了四隻騎士 五隻騎士 拿下 最後招翔到了五隻騎士 這樣肥龍的騎士數量還夠打得贏正面嗎 肥龍的正面的騎士數量大部分都在這裡 但是五隻騎士被招騎士有點傷 當然這一波衝進來已經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家裡的槍兵要趕快一直按 但是DOT的饒硬也飛到了肥龍家裡 肥龍這一波聖女直接硬身倒地 現在家裡的騎士數量並不是非常多 但是有十隻應該是能招架得住 再加上後續的騎士進來應該就能擋得下了 但肥龍這一波騎士不能失誤啊 直接輸出就好了 好這波騎士直接衝下來抓掉了大量村民 這一波肥龍終於打出了深入 哇 家裡用騎士擋住了 那現在左邊這個區域 又有兩隻騎士流了過來 DOT現在到處著火 好 家裡的部分 這裡終於要截掉這些騎士了 但是羽毛劍射手也被騎士給砍死 這一波結果讓DOT有點小小的受傷 剛剛八十幾村現在已經死剩下七十二村 村民樹還在持續下降當中 DOT這一波損失了大約十五村左右吧 應該有了齁 十五村 那現在肥龍是經濟 來到了五十九村 稍微有點平衡的村民樹了 但是經濟依然落後 重點是這個中間黃金礦被瑪雅人拿到 黃金根本就是無限生產狀態啊 甚至也可以考慮用黃金去買食物了齁 好 肥龍這一波有打到東西 買了一百石頭 應該是想來開城鎮中心了嗎 還是想要來潛壓呢 但是瑪雅人這邊開始轉出重裝長槍兵齁 但是二宮或房騎士 其實還是很好打得贏重裝長槍兵 但現在問題不大 問題是要怎麼延續自己的攻勢跟黃金的取得性 肥龍帶黃金取得會越來越有風險 所以你這樣往外擴 把這個黃金給空下來啊 好 黃金的部分 現在這兩塊快要挖完了 好 那DOT這邊則是 大量村民採黃金 村民的部分且暗且珍惜 按得有暗但不多的一個狀態啊 好 那81村對上有三村 目前DOT還是很穩定的 屈然村民 好 肥龍這邊 騎士硬抓 家裡有點小小炸裂 好 騎士又溜了過來 好 法木場 怕賽 尷尬了 這一些村民又要倒地 這邊騎士一隻排開 墮裝長槍兵 打了成盾的傷害 跟騎士來不及搓死 兩隻騎士殘血活得下來 這一波肥龍打得非常漂亮 第二是一波 帶走了大量村民跟槍兵 肥龍現在要特別小心 會不會單TC打到底呢 我覺得現在 是不是要考慮開TC啦 這邊感覺肥龍是想來壓寶 可是這時候壓寶 這壓什麼 好 那現在騎士繼續往前補 不過要壓寶的話感覺是要壓在農田這個地帶 直接控住你的產能 但是槍兵數量這麼多的情況 像壓得贏嗎 一直用騎士對撞槍兵 這看起來是有點難壓得贏喔 看來城堡不能只能補在自己家裡了 好 而且這裡也不能補TC 這裡壓寶的路線就只能打這裡了 還是要補在礦區呢 直接補在前線礦區 先守住正面的路徑 然之就算你蓋這裡 道德還是可以從這裡過來啊 這樣地圖真的很難打 這個灰色的石子路呢 又不能蓋任何建築去死守 所以不管怎麼圍 這個還是會被溜過來啊 好 道德這邊點下了 帝王時代 時間還有三分鐘 肥龍這邊則是繼續按出了更多的騎士 那現在是72村對上86村 點下了二級房 好 搶兵錯了一下 好 這裡19隻村民 好 遭想到了一隻騎士 道德這邊二級的步兵鎧甲 一級農也點下了 過幾伐木 道德會記得嗎 好 看來還是想來壓寶 但這一波壓寶 道德全部看在眼裡 這一波是關鍵 能不能建起來 攸關肥龍的生死 肥龍這邊騎士可能還要繼續補 繼續往前突破槍兵防線才行 不然槍兵會直接手撕村民 但村民無所畏懼 但是道德已經快把城堡給蓋起來 肥龍這一波村民往前 很想要獲得這一把的資格戰的 進擊機會 但是 但是好像肥龍的騎士被戳掉了大量 但是道德的重裝長槍兵也倒了一堆 這一波騎士好像被擋了下來 剩下騎士數量不到十隻了 肥龍這邊還有兩隻 順利拉到了前線幫忙協同作戰 但是看起來槍兵大軍 已經要擋了下肥龍的攻勢 城堡可能壓寶不成 這根城堡建立起來之後 肥龍壓寶的位置 可能會壓得很微妙 而且很尷尬 這裡大部分村民已經十很多天沒有工作 剩下六隻村民要把寶蓋起來 蓋在了家裡很尚 也是不切實際的 肥龍這邊看到道德成交帝龍時代 大家出了GG 我們恭喜道德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道德最後是直接用了槍兵跟老鷹豹 倒定了肥龍 那肥龍確實也被這一波的老鷹打得一個措手不及 直接看到你轉老鷹豹 這個青騎兵肉馬都沒有囤 道成堡時代直接600多肉卡在那邊 也不能升青騎兵 哇很尷尬 只能硬按騎士 不能把肉賣掉 換騎士出來 這個讓他的節奏稍微有點卡到了 果然道德是用利用了這一波封建時代 升城堡時代的時候打出了一波戰果 所以這個為什麼南美的文明 要特別提防老鷹豹 因為那個老鷹豹真的是不好擋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最後是由道德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食物的部分稍微小輸 但問題不大 導演的部分食物版就不需要多 最重要的是要黃金多 哇黃金贏了一倍有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